神奥小智的阵容 vs 风源小智的阵容 分别由烈焰猴和蜥蜴王带队 大家觉得哪边更强 神奥小智首发的是咏圈佑 风源小智首发的是龙虾小兵 都是未进化的水系宝宝 第一回合咏圈佑速度快 先出招使用的是增强拳 增强拳威力40只打了两成的血量 随即自身物攻提升了一击 龙虾小兵使用拍落反击 可惜进化后才有恶系 现在没有本系加成 但伤害也很高 咏圈佑被拍掉的道具是讲究头戴 第二回合咏圈佑使用的是攀铺 水系招式打水系效果并不好啊 应该不会造成多少伤害 但是击中要害了 龙虾小兵呢 龙虾小兵未缩无法行动 这太倒霉了 第三回合咏圈佑继续使用攀铺 不击中要害应该是打不死的吧 这次没有再未缩 龙虾小兵使用拍落干掉了咏圈佑 神奥小智接着派出的是草家地面的土台龟 第四回合 龙虾小智选择收回龙虾小兵 派出了煤炭龟 又要两只炮灰龟相遇了 煤炭龟随即发动日照特性 天气变为大晴天 土台龟使用木锤 虽然是草系的大招 但煤炭龟物防很高 并没有掉多少血量 回合结束前 煤炭龟使用剩饭 回复了16分之1的生命值 两只龟其实是互相克制的 下回合很难预测啊 第五回合 土台龟速度更快 使用地震 本系的地震 加上克制有300的威力 能打死煤炭龟吗 天哪 煤炭龟坚持住了 还剩4滴血 他使用大自暴炎反击 真男人就敢用大自暴 擎天下毫无悬念地干掉了土台龟 略胜一筹 回合结束前 煤炭龟继续依靠剩饭回复血量 想要小智则派出了皮卡丘 继续作战 第六回合 皮卡丘先手使用福特替换 收掉了残血的煤炭龟 并且回到了队伍中 接替他上场的是姆克音 发型鸟登场 丰元小智这边则后手派出了 属性占优的冰鬼户 第七回合 姆克音先手使用急速折返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之后回到了同行队伍中 接替他上场的是大师兄烈焰猴 冰鬼户使用的是冷冻干燥 对烈焰猴效果不好 伤害很低 第八回合 丰元小智看场面不利 收回冰鬼户 派出了龙虾小兵 但是残血只能充当炮灰啊 烈焰猴使用过热 但是居然密死了 给龙虾小兵留了条小命 这回合晴天也结束了 第九回合 龙虾小兵有没有水流喷射 并没有 是烈焰猴先出招 使用打草结 其实随便一招就能收掉龙虾小兵了 丰元小智接着派上场的是大王燕 第十回合 神奥小智见识不妙 先收回了烈焰猴 派上场的是姆克音 两只加门鸟也相遇了 姆克音发动威吓特性 大王燕的物攻下降一级 那有点不妙 大王燕这回合使用的居然是保护 太稳了吧 随即发动的道具火焰猪 陷入了烧伤状态 这是为了触发他的毅力特性 第十一回合 大王燕速度快 先出招 使用硬撑 但是被威吓一次后 伤害不够啊 姆克音只被打成黄血 他使用舍身冲撞反击 不愧是自杀鸟 秒杀大王燕的同时 自己也因为反作用伤害 丢掉了性命 回合结束前 我方派出蜥蜴王 对方派出的是天蟹王 天蟹王的属性占优 第十三回合 蜥蜴王先手使用招牌招式夜刃 天蟹王的物防很高 稳稳地吃下 随后使用拍落 打了越一半的血量 拍掉的道具是文诱果 回合结束前 天蟹王发动道具 剧毒株陷入了剧毒状态 第十四回合 蜥蜴王继续使用夜刃 这样打打不动天蟹王啊 哦这次伤害很高 击中要害了 有希望啊 天蟹王则使用雨漆 回复二分之一的血量 那希望又破灭了 回合结束前 天蟹王因为毒疗 又回复了八分之一的血量 这就很绝望了呀 第十五回合 蜂蜴蜴小智赶到了 蜥蜴王不是对手 收了回去 派出了冰鬼户 天蟹王这边则使用拍落 拍掉冰鬼户的道具是70匹带 随后天蟹王又因为毒疗 回复了八分之一的血量 这几乎回满了 带着他四倍弱冰 还有希望 第十六回合 神奥小智直接收回天蟹王 非常的鸡贼 派出了大师兄 烈焰猴 冰鬼户这边使用的是水池波动 那是毒到了你会换人 但是水池波动威力太低了 没能打死烈焰猴 第十七回合 蜂蜴小智没有进行换人 那烈焰猴的速度更快 先手一发竞争战 干掉了冰鬼户 随后资深的物防和特防下降一级 那蜂蜴小智还有谁能对付天蟹王啊 他这边接着派上场的是蜥蜴王 第十八回合 神奥小智收回了烈焰猴 派出的是天蟹王来应对 但是蜥蜴王这次没有强攻 而是使用剑舞 那很赚呀 剑舞完物攻直接提升两级 这回对拼有悬念了 天蟹王言语毒疗 回到了满血状态 第十九回合 蜥蜴王直接使用叶刃 这次物攻翻倍后 伤害也翻倍 打了一大半的血量 天蟹王使用的是地震 地面系打草系 效果不好啊 蜥蜴王扛住了这发攻击 回合结束前 天蟹王回复了八分之一的血量 但也接不住下一发叶刃了 第二十回合 蜥蜴王使用叶刃 干净利多地收拾掉天蟹王 甚至接中要害了 神奥小智接着派上场的是皮卡丘 第21回合 先触招的是蜥蜴王 使用叶刃 没想到皮神直接被秒了 那他真是毫无作用啊 神奥小智派出了最后一只残血的烈焰猴 他能创造奇迹吗 第22回合 先出招的居然是烈焰猴 他使用近战 不是为什么蜥蜴王的速度会比烈焰猴慢啊 难道是带着讲究围巾 近战干掉了残血的蜥蜴王 风云小智最后派出的是皮卡丘 第23回合 还是烈焰猴先出招 使用的是地震 我的天 道具还不是讲究围巾 那就是蜥蜴王没有极限速度了 地震直接秒杀了皮神 还是给他翻盘了